像真的的我们运动的进程 我们基农士体育会 一年一度的基农士运动会 在建的国小举行开场序幕 市府各单位 公所机关 市议会 民间团体等参与踊跃 超过3000名的选手齐聚 除了展现运动实力与竞赛技巧外 更重要的是各局处团体相互交流 共同打造最有爱的城市 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看到市府同仁跟所有人的朝气 跟他们的活力 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可以一起打造基楼 成为最有爱的城市 基农士议会也是大力参与 一起推动运动风气 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 我们在建的国小这么好的场地 来举办全民运动会 那当然要感谢郑理事长的用心安排 那今天看到我们相关市政府所有单位 以及我们市议会 有这么多议员 全体议员来共同参与 代表我们基农士的运动风气 持续在提升 那我们基农士议会 也会持续的重视我们的体育活动 体育发展 体育活动相关的环境等等 还有我们运动选手相关的配套 我们都一定会继续来努力 运动会幕后推手郑锦州理事长 分享长年来推展运动 希望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 是全民运动会 我们今年是慢入第三十三年 我们从民国八十年 人外国小的全市运动会开始 而且我们跟别的县市不一样 我们是分期来办理 我们明年轮到冷冷期 在运动过游场地更大 所以我们的现在增加人数 有三千多人 今天进场的还有很多球类 包括篮球 慢速类球 球球 还有我们的保龄球 都在已经开始比赛 没有在场内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增加 对身体会健康 也谢谢市长跟议长大力的支持 我们办理全民运动活动 鼓励大家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社会体育活动从年头到年尾 每个月都有活动 活动内容都可以上 激动式运动爱台湾粉丝专页 来查询哦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